在一个平静的夏夜 乘客登上了从吉隆坡飞往博斯的飞机 气氛很放松 天气也很好 没有碰到暴风雨 飞机也没有任何问题 但当飞机飞过印尼雅加达东南部的上空时 腹机师发出了遇难求救 四个眼睛全部都失效了 这发生在1982年6月24日 英国航空的9号航班也称为Speedboard 9 执行从伦敦西斯洛机场到奥克兰的定期航班飞行任务 途中有五站 孟买 清奈 吉隆坡 博斯和墨尔本 那天执行这条航线的飞机 是一架名为爱丁堡式的波音747 这架飞机已经顺利抵达吉隆坡 自从离开伦敦以后 大多数乘客已经在飞机上经过了好几个时区 他们已经很累了 但驾驶舱的机组人员仍然手动控制这架在吉隆坡飞行的飞机 这表示他们依旧保持警戒状态并充满活力 组员包括机长艾瑞克穆迪 高级副机师罗杰里维斯和飞航工程师巴里特里福瑞门 飞机上有247名乘客和90公吨的燃料 那天晚上虽然没有月亮 但视线很清晰 飞行条件也好到不能再好 总而言之 机组人员预计能顺利飞行5小时 飞机达到11277公尺的巡航高度时 机长下楼梯来到头等舱 伸展他的腰腿并去了卫生间 但随后 机长几乎马上被叫回驾驶舱 在爬楼梯时 他发现地板上的通风口冒出了一阵烟雾 即使当时乘客仍被允许在机上吸烟 但这烟有一种非常奇特的刺鼻气味 闻起来比一般的烟更浓 无论如何 当目的进入驾驶舱时 他立刻就明白了 为什么腹机师要他回来 当风玻璃上出现了机长一生中所见过最强烈的 圣爱尔摩之火 圣爱尔摩之火是金属表面上无害的静电释放 飞机和船只常常会经历这种事 但这就是问题点 当机长系好安全带 看着天气雷达 却发现根本没有显示任何机云 天气就一开始一样清晰 当机组人员打开降落灯时 他也注意到 飞机周围有一块奇怪的云 情况变得越来越混乱 幸运的是 副机师已经打开安全带灯号并发动引擎 而这时是雅加达时间晚上8点40左右 飞机继续飞行 但烟雾开始积聚在飞机客舱内 虽然起初有点像是香烟烟雾 但每过一分钟 它就变得越来越浓 并散发出一种硫磺臭味 机身的温度也开始上升 但还不止这样 突然间能从座位上看见引擎的乘客注意到 引擎变成亮蓝色 且从波轮叶片里发出了奇怪的光 在那时候 飞机正在一团白茫茫的光线中飞行 飞机内部的温度一直在飞升 乘客满身是汗 刺鼻的烟雾进入他们的眼睛 鼻子和喉咙 8点42分 巴里特里弗瑞门喊着 4号引擎熄火了 在不浪费时间的情况下 机组人员马上使用灭火器 并切断燃料供给来关闭引擎 但仅仅在一分钟后 8点43分 2号引擎也爆炸了 接着 引擎1号和3号也是 巨大的飞机在几分钟内变成了滑翔机 机长估计他们掉下的每1.6公里 可以滑行24公里 代表这架飞机只能滑行约23分钟 飞行距离为168公里 晚上8点44 副机师向当地空中交通管制部门 通报他们的紧急情况 然而 即使他已经说明了所有状况 雅加达区域管制中心 仍定调只有4号引擎失效 他们可能无法了解状况危急的程度 幸运的是 附近的另一架飞机协助消除了误解 并将紧急讯息传达给了空中管制 燕尼找挖到的南部海岸 有着高耸的山脉 因此 要安全越过海岸需要的高度 必须不低于3500公尺 不幸的是 很明显这架飞机无法飞得这么高 机组人员决定 试图降落在印度洋的水面上 然而再次尝试重新启动引擎也失败了 就在这时候 机长向乘客做了他传奇般的广播 各位先生 女士 我是你们的机长 我们遇到了一个小问题 所有四颗引擎都停了 我们挣尽全力试着让他们重新启动 希望你们不会感到恐慌 鉴于这噩梦般的情况 该广播后来被称为轻描淡写的杰作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这次飞行的乘客以及机组人员 以毫不寻常的方式来对机长的可怕声明做出反应 他们没有恐慌尖叫或在机上制造骚动 而是变得异常冷静 那些坐在靠窗位置上的人 可以看见引擎正在着火 巨大的火焰在飞机后方飞舞 母亲抱着他们的孩子 丈夫们紧握着他们妻子的手 空服员将单独的乘客聚在一起 这样他们就能在生命最后的几分钟内相互支持 许多乘客正写下给亲戚和亲人的最后笔记 在这时候 机舱压力急剧下降 氧气短缺 乘客们急忙戴上氧气面罩 然而驾驶舱内并没有这么顺利 在那儿 李维斯发现输送管与他的面罩脱离 这表示他没有办法呼吸 这使得机长立刻采取了紧急措施 急剧上升到可以再次正常呼吸的高度 当飞机下降到4114公尺时 是该转弯并试图往海面飞的时间点 由于没有任何飞行员曾以波音747在水面降落 因此这次行动风险极大 但随后奇迹发生了 当机长试图在晚上8点56再次重新启动引擎时 4号引擎发动了 在他的帮助下 机长设法降低了下降速度 更棒的是 几分钟后 其他三颗引擎也开始运转了 然而当飞机开始向目标高度爬升时 机所人员再次注意到 圣埃尔摩之火在挡风玻璃上 不久之后 2号引擎又再度失效 恐惧又来了 机长立即下降到3660公尺 并前往最近的机场 他们不知道的是 问题还没结束 当飞机接近雅加达时 即使外面的能见度依旧完美 驾驶舱内的人从挡风玻璃望出去 却看不见任何东西 降落设备无法正常运作 机组人员不得不手动降落飞机 他们透过一小边的窗户看见跑道边 但飞机的降落灯却失效了 即使如此 机长还是设法完美平稳降落 乘客们在地面上会飞行员鼓掌 并互相拥抱 没有人员伤亡 也没有人受伤 是个幸福的结局 但为什么当天登机的263人 差点丧命呢 在调查期间 发现这差点变成悲剧的原因是 飞机飞入1982年 加龙岗火山爆发后的 火山灰积云中 火山灰很干燥 这是天气雷达没有探测到的原因 这些火山灰堵住了引擎 并与挡风玻璃摩擦 最重要的是 当火山灰进入燃烧室时 它会融化并粘在飞机内部 导致引擎失效 当飞机离开火山灰积云时 引擎在没有运转的情况下冷却 融化的灰烬变硬 断裂并被吹走了 结果飞行员才有办法重新启动引擎 事故发生后 加龙岗山上方的空域暂时关闭 但在几天后又再次开放 直到19天后 当新加坡航空的747飞机 在同一区不得不关闭三台引擎时 印尼当局才永久关闭空域 并改变飞机路线 绕过该地区 艾瑞克木迪机长 备受与英女王空中杰出服务家许奖 所有机组人员都获得了 英国航空飞行员协会颁发的奖章 这则故事让你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是什么 请在留言中告诉我 如果你今天学到了新的东西 那就给这个影片一个喜欢 并与朋友分享 但是 嘿 先别去其他地方 我们有超过2000个很酷的影片 在等着你 你所要做的就是 选择左边或右边的影片 点击它 然后享受吧 留在亮生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